3月25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在深圳会见了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的高雄市参访团一行 刘洁一欢迎韩国瑜率团来访,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我们欢迎和支持两岸城市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发展,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 我们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努力推动两岸英雄尽通 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韩国瑜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希望持续加强与大陆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切实增进民众福祉 我强烈支持九二共识,这是海峡两岸的交往,定海神针,确定有了九二共识之后,两岸合并的交往,合并的往来 不管就文化,经济,体育,各方面的交流,能够很顺畅 今天见到刘主任,我还是一样强身,真的面前不说假话,我一直都坚持九二共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